今天鱼胖徒步的这条路线是3000万重庆人应该都没得几个去走的路线 但是这条路线却代表了重庆的人文风景 是重庆最核心的路线 如果说是外地游客到重庆 鱼胖极力的推荐就是从朝天门徒步到池汽口 总长19公里 来言辞待遇啊你在干嘛 偶离小姐姐风雨无阻陪鱼胖来走这条线路 这里就是重庆的零公里公路的起点 飞机航班的起点都是从这里开始 就是重庆的绝对中心 鱼胖就是从这里开始今天的穿越重庆的路线 欢迎大家来挑战 我和欧丽小姐姐我们现在走到了莱夫斯的后面 这位姐妹是不是在徒步就是在爬山 姐能好今天选她作为搭子是靠谱的 万一走不动她可以背我 马上鱼胖就要进入我们重庆很经典的一个机位 之前也是很火的 鱼胖要拍摄的机位就是公交车站这里 然后朝向莱夫斯 拍摄的器材的话 如果说你的单反是长家 或者手机用三倍五倍 最好空间压缩和人物 还有莱夫斯都能够体现出来 给偶离小姐姐做一下线路 免得把她吓住 不知道19公里是怎么走的 万一我给她拐卖了 但是也还好 毕竟红书抖音 鱼胖也是个万分播主 我们从朝天门出发到解放碑西新岡两路口 然后再到时代天街 在时代天街我们可能就休息一下买水吃冬吃午餐 就去半山崖县穿越过去 在半山崖县的东途下到查冰路 最后接到达慈西口 这就是我今天的先祖 怕不怕 怕 好 勇敢扭扭不怕不怕 好 奔回到位了 现在开始冲 小子是对面罗汉寺门超车 你进去 这我们我今天带你去 开几张 五色五香的罗汉寺 就在城区里头 在我的心中 这个寺庙就类似于上海的庆安寺 这里 给大家看一下氛围 相克如之 如果说你要开单人照的话 确实人太多 不怎么好拍 你早点来 六七点钟就来 罗汉寺原原习共感 好像就已经出现了 也算是重庆城能温的一种样 渔胖的左侧 就是重庆的绝对C位解放碑 这里最早是纪念抗日胜利驻的碑 刘邓大军进入重庆 刘伯承亲自提词 改为解放碑 目前徒步了36分钟 两公里 渔胖现在身后的中英联络处 入夜后也是超出天的一个机会 渔胖现在随便拍一拍 如果说大家白天来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渔胖这个机会怎么拍 我搭重庆是不是拍都拍不完 好漂亮 现在接着赶路 渔胖和偶迪小姐姐 现在我们走到了洛舍堂 不是导游 这个拍自己在C2 重庆比较老的西洋庙 继续接着走 你知道巴曼是将军吗 认不到 但是我们重庆城的英雄 他的墓就在对面 从若瑟堂过来几步 就是巴曼子将军的墓 就是那里 巴曼子将军的墓 我深刻 所以说整个这一条线路 你能够充分地感受到重庆的人文和历史 包括那个中英联络处过去 就是重庆最早的那种居民像 代价像 现在也是一个网红打卡的文创区 鱼胖和楼梨小姐姐走到了重庆知名的通源门 重庆这么多老城门里面 保存的比较完好的 也是九开八壁 唯一的一个不面江的一个门 而且这个门很牛掰 张献忠率了大于十倍的军队 攻打我们大重庆 打了六天的激战 还把我们重庆拿下 就是在这个门 让他吃了亏 往那里面走 就是重庆的那个三城巷 最早民国时期的宇室街 如果说要感受重庆的那种吊脚游文化 往三城巷走 逛一逛 还是很出天 好 鱼胖继续我们的川城之旅 我们从两路口就直接走二层那边了 就不过上京市了 你累不累 现在才走了4.5公里 累啊 心率也才117 然后我心率才9层 哈哈哈 你可以跑了 别在两路口等我 大田玩的标志性的标筑 00年代重庆最好的酒店 汐尔顿酒店 好多年没走过这条路 平时都是车来车往的过 欧丽你饿没饿 你饿没饿 还好喝 你要是饿了呀 我就带你去重庆必打卡的小面 重庆林故居小面 你胖闷 对 胖闷 再听欧丽阿姨摆劳 阿姨 怎么没有点阿姨 我这种年后看到你嘶喊阿姨是 欧丽阿姨在跟我分享 重庆第一个跳山塔 五六十年代 这个跳山塔都还有人在学用 模拟怎么跳山 非常好的保留了 上来 怎么了 太倒霉了吧 你怎么没有发财 我跟你讲 这是啥 鸟屎 有纸没有 哈哈哈 我是去年的时候六点多过来吃了一个 反正他家的酱肉真的可以 酱肉相当吧真的很香 他的那个肥瘦的搭配也很OK 马上就要到二厂了 觉得不觉得走在这种老街特别自愈人 是吧 现在人又傻 那边呢 随便一撇那个风景就是什么江北的红温寺 好自愈现在 特别是晚上 对 晚上的时候就看夜景 对 夜景就没事了 三层的夜景从来不会让你吃了 老板来给你是不是里面的 这开爬上去 好 然后进去坐去啊 欧里阿姨 这里面好乖哦 这里面吃他们的点 我就是想今天感受一下 哎呦 哎呦 长高了长高了 先尝一会我这个椰子炊 城市漫游最大的好处就是能边逛边走边吃 我的椰子炊来怼一下 怼一下镜头 暴猪来看一下 真的是爆 一咬就爆 把欧里阿姨的心都爆了 退休欧里亮亮 我可以去找老板赔钱吗 他拿到一颗炒上给你 还是吃不得的炒 回来是大好朋友 小姐 他不会到啥 哈哈哈哈 小似的阿姨 超近路上去 到了二厂 我们就不进去了 浅浅的路过 刚刚给你随便抓牌的鞋子 都好不好看是吧 老师零二厂很多人在打卡耶 很多电影在重庆的一个取景地 比如说月云鹏 黑洋千鞋 黑洋千鞋 各种 欧良良说你住地产的猎头 知道这里是阿姨吗 右侧 鹅什么风 鹅里风 对 你看那个字 鹅里风 我忘了怎么写 好像是什么鹅里风什么风 这里是渔中区 不多的豪宅 而且是萨夫迪的作品 千万级别就在那里送的 现在只要700万 嗯 你这个就知道 茉莉花茶 欧良良这里好多重庆的老小吃 什么山果吧呀 还有小吃吧 茉莉花茶 还有那个叫啥子 玻璃小姐姐走到了 玻璃屋园 这里现在也是重庆很出圈 很多人 这里桶路不能带进来了 哦 桶路不能带 但是没门票 之前鱼盘拍过 还有300多米 就10公里了 这么easy 好 跑一个 好 那就跑一个 拍着车从这条路经过无数次 鱼盘终于第一次用脚步 经过这里了 长江一路 整个的路 迷迷路都算数 欧良良开始撒鸡汤了 本身烟火气都已经很足了 加上欧良良的这个氛围 拉马拉马 接着拉帽 改天我们就去摆坡了 你摆 我就不摆了 摆坡差不多找不到钱 不好意思 练修了 没事 没事 谢谢 然后不管可以联修 好 谢谢你 中午喝了一杯霸王茶几 和欧莉小姐姐我们又出发了 想吃点东西吧 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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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莉小姐姐的体能太好了 反正 油腿就行 油腿就行 我和欧莉小姐姐在十代天街附近 就不经过十代天街 我们直接就插向半山崖线那条路线 然后简单给大家分享一下十代天街 我觉得这里应该是重进人气最旺的一个长圈 是吧 已经把北重天街的那种人气已经赶超过去了 整个它的那个长圈的范围非常大 而且业态也很丰富 外地的朋友啊 您到重庆里 消费更有性价比的餐饮啊 师傅这些啊 推荐到十代天街 别只去观音桥打烤 吃的喝的 观音桥可以是一个选择之一 十代天街大家也可以来逛一下 而且十代天街丁紧干边里面是一口线 在那里其实你又是一道重庆里面 简而言之就是来挑战鱼胖的这一条 穿越重庆的母城 鱼胖的重庆City Wall 欢迎你来挑战 鱼胖计划是六个小时 看你要用几个小时 这个鲁菜的香味太气人了 这种街边的美食才是代表着正宗的重庆 喂 起来 起来 喂 好坎 好坎 好好坎 哇 这边的好坎 鱼胖的要甩甩一个快点 哇 才好坎的 哇 所以 每个一看都是回账 整个鱼胖这条线路 什么买水呀 卫生间的这些 完整的城市配套都有 不用带太多的负重 鱼胖的啊 你知道远方那种楼叫什么楼吗 乱说 人家叫充斥180天 哈哈哈哈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半山崖县了 不要夹跑 快点跑 上难度了 现在有波波 跑 我给你拍着 我给你记录 你跑 我给你拍着的 那个包包还是很好看 敲黑板的时间大了 大家走半山崖县 到了邪姓鱼西湖这里 一定要记得补充水 过了这个小区之后 就没有地方买水的了 冬处要休息一下 或者吃个午餐 都可以在这里完成 这个地铁站门口 有卖凉粉的 有卖水果的 鱼胖简单的补寄了一下水 现在又出了 来 我给你少年快 那我身后就是红颜村大桥 这是这条线 为数不多有爬升的路动 鱼胖身后这个鸡位 是超出天的鸡位 鱼胖今天拍给你们看 欧良良 觉得刚刚那个鸡位如何 是我去年发现的一个保障鸡位 刚好把红颜村大桥拍下来 对而且这个鸡位晚上拍就是 红颜村那个大桥亮着灯 一个人的剪影搭配柴橘 白天就适合穿亮一点的衣服 在那里来拍照 晚上这一条线 可能就不是特别来拍照 白天特别来 晚上的话 因为他没露灯就不可以 比如说人家耍朋友的那种 可以吧 这哪个大个话 耍朋友的就另外说 还有外国朋友 一方只到半山崖县这个悬空室这里 我就开始下沙兵路 就不到平底章的 从这条路直接下去 走 欧凉凉 来了来了 忙碌的欧凉凉正在搞爷子 这里观景好霸道 龙泉洞 好像是沙兵坝这边的悬空室号称 江北扎得大 我身后是玉皇殿 路过龙泉洞直接下沙兵路 哇 城区里面 沙兵坝城区里面好大一条松鼠 这里下去就可以下沙兵路 走 欧凉凉 我们现在下来了 这里也是一个进入半山崖县的一个路口 过了马路 现在又从这条之路下去 就是下沙兵路 走到沙兵路了 好舒服啊 这个景色 我们从那边走过来的好有成就感 不知道爬了多少沙 目前走了17公里 走去看老头调水 在沙兵坝玩水 那边的就是王者 这一面就是青铜 欧凉凉看着已经心动了 下去摘个摩 不会啊 不会你说个船船 鱼胖身后那一个面就是崇大 也是最早抗战时期西南年大 鱼胖和欧凉凉 走完了穿越重庆这条路线 给大家分享一下数据 我们一共走了5个半小时 21.93公里 鱼胖消耗了2676卡 你这是我的两倍 我才1065 我自重重心了嘛 接近200斤的胖子 能和我比吗 我们现在总结一下 在这条路线能够看到啥 欧凉凉你先说 路过了朝天门广场 来福寺 还有罗汉寺 你就说你觉得最初偏的是哪些地方 最初偏的 最初偏的地方就是 河汉寺 还有那个 总结一句话 这一条线路 我个人觉得是最充分 领略大重庆的 美食美景的一个地方 对的 而且很多地方都是 广荣大产地 很不错 值得推荐 你敢不敢来挑战一下 鱼胖的重庆穿越之旅 真的鱼胖 如果说你的家乡 城区里面也有非常鼎的企业 也可以在评论区邀请鱼胖 带着鱼胖 我们一起来穿越你的家乡 最后去拍一个二伙伯 致敬这一条线路 师傅 你行不行 我现在转过我们两个 从草厅里面走到此几个人 相信 兄弟 兄弟 这作为重庆人 对家乡的温住伙伯 来涨量你害怕 是 是吧 太少了 你觉得三千万人 有好多人温住得到 你找到三千万人 对 点柴 点柴 这顿火锅就算是致敬了我们今天的行为 我们现在又在搞业部了 又在搞人搞钱 你什么吃牙齿啊 找牙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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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牙齿啊